大家好啊,我是戴红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网络氛围是日渐抽象 不仅网民会挨骂,即使是动物也避免不了被网爆 像是斑猎狗这样从上个世纪都开始被狂黑的传奇奈黑王 已经在大家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印象 而最近两年呢,因为一张照片导致一师足成千古恨的史诗级恐怖股效应制造者马来雄 他更是被各种网络小说塑造成了一个暗夜幽灵一般的角色 其实呀,此二人相对来说都属于比较温和,伤人比较少的动物 很多文学作品对这俩老哥多少有些尬黑了 还有一些人会顺嘴提一下宗雄,说宗雄很恐怖呀 他是一种很狡猾,会开门,会偷东西,会假装没有敌意 让一个突然袭击对制人进行一波活吃的残忍野兽 对于这些评价宗雄的言论,我只能说那可太对了 在我国西南部生活着一群面不发白,进步带有圈状斑纹的藏马雄 最近几年在网络上经常有视频流传 很多人在公路上和他偶遇的时候,不仅不跑路 反而还拿着手机近距离拍摄 哎呀,这个情况简直是恐怖如斯呀 其实他们是宗雄的一个亚种,西藏宗雄 往往因为可爱的长相,憨态可居的气质 被大部分群众认为其危险性不大 其实这是相当错位的一种现象哈 个人认为,大家应该拿出面对班猎狗马来熊那种谨慎程度的 十倍来面对宗雄 甚至十倍都有些不够 很多人说,宗雄在袭击人类之前 会先闲庭信部的四处转悠 然后突然发动袭击,非常狡猾 其实这在自然界的劣势性动物里很常见哈 比如说很多猫科动物在捕猎之前 也是会假装不经意的望向远方 然后从车壁雾后方跳出突袭 像那种盯着对方硬着头皮攻击的 一般是素食动物里多一些 但是宗雄啊,说实话他有些被冤枉了哈 特别是面对知人的时候 宗雄在攻击之前一般会给出一些警告 比如说他会用爪子拍打地面 用嘴巴吹气 还要咱在视频里经常看到的可爱形象 他直接用后腿站立起来了 两个手在那上下寻摸 这说明宗雄在全方位的观察人类 以及更认真的嗅叹气味 出现以上现象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在警告对方了 意思是离他远点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 其实大家认为他会假装的 看向其他地方很脚滑等 也是能理解的哈 因为宗雄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头部低垂 像是在地面上找东西一样来回夺目 这时候其实他主观上不是在假装 而是在告诉别人他不高兴了 他需要边界感 他感觉对方太下头了 他要急眼了 而且在攻击人类之前 宗雄会使用虚张声势的冲锋 但他最早几次朝人类冲过去之后 会在最后一刻转身离开 看起来特别像犬类和人类兮兮的场景 大家可千万别误会他哈 宗雄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测试人类的反应 也可以看作是最后通牒 此时人类若是再靠近他 或是做出别的让他感到越界的行为 那他可就要大开杀戒了 很多人说宗雄很残忍 会把人活活的折磨至死 这其实咋说呢 客观上是对的 他吃人确实是活吃 但主观上他其实没有那么邪恶 很多人说宗雄会通过折磨猎物 获得怪感 这种事情有些过于文学化了 宗雄吃人不像猫科动物 比如说老虎那样 直接一个滴滴金钩壁或者咬碎 把猎物的脊椎脖梗等部位摧毁 给对方一个痛快 这种肃杀技能其实不常见 大部分食物是植物的宗雄 显然没学会这招 所以他吃食物 没有先击杀对方这个概念 当然呀 这和他吃人的那个场景 特别血腥残忍 只是一点不冲突 然后宗雄的这个熊掌啊 他不光破坏力强 相对于大部分食物们来说 熊掌属于是相当灵活 像是开个车门一代的动作 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在北美那边的很多住户 对宗雄应该是比较熟悉 大晚上宗雄给车库掀开 偷点东西 给屋门拧开 进屋打开冰箱 偷点甜食吃 这都不算啥太罕见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想着 这些老美啊 太不小心 那熊多的地方 咱肯定把门锁好 不能让那熊进来呀 其实大部分时候 宗雄发现把手拧不开 他就溜了 但也挡不住 有恶极眼的选手 大白天直接一个披缠 给他用木头门板 给他干的稀碎 不光一楼危险 无理对宗雄来说 也不是啥问题 虽然从数据来看 北美那边宗雄对人类的杀伤性 貌似不是很高 从1784年到现如今 只发生过180多起致命事件 但考虑到 北美那边不光地广人稀 熊也挺稀 所以这个基本集中于西半部的伤害数据 已经够恐怖了哈 虽然北美那边经常出现 类似灰熊人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 但其实在宗雄灾害这方面 还得是欧洲占了大部分 在2000年到2015年期间 欧洲发生了481起 棕熊袭击事件 其中东欧地区的棕熊袭击事件中 死亡率高达32% 有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哈 那就是欧洲发生棕熊袭击事件 最多的国家 不是俄罗斯 老鹅只能排第二 排第一的是罗马尼亚 一方面是因为罗马尼亚 那边棕熊数量多 而且还很集中 另一方面 是因为罗马尼亚 有些传统的畜牧业 会在山脉附近 饲养山羊绵羊牛等 这些家养动物 以及附近种的农作物 会选择攻击棕熊 然后人才两空 很悲剧啊 我们再把目光集中到俄罗斯 时间拉长 从1932年到2017年 俄罗斯地区记录的棕熊袭击事件 多达338起 至少造成了386人死亡 而且这些惨案 不仅仅发生在手无寸铁的智人身上 其中甚至有很多全副武装的猎人 有很多需要野外作业的工作人员 很多人认为 掌握了热武器之后 任何探机野兽都不堪一击 此话不假 特别是在非洲那样的平原地区 比如用枪炮了 直接长毛飞制 都能击败大象 然而在亚欧地区大片的冰冷森林之中 拿着枪的猎人 毫无疑问是高宫灵防的远程ADC 对于敦草躲树的棕熊来说 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斗智斗勇呢 俄罗斯远东国立伊克大学法医学习记录 在2015年10月份 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一名成年男子 和棕熊同归于尽了 此男子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猎人 以及一只哈士奇犬进入了一片他熟悉的狩猎场 然后他和一头重达300千克的带宰母熊遭遇 具体过程不太清楚 但一定相当惨烈 最后结果是母熊因为被击中了要害 最后流血而死 熊身上只有一个枪伤 可见这猎人是相当厉害 枪发了得 然而悲剧的是母熊太肉了 临死前对猎人发动的袭击 近乎把猎人摧毁成了一团肉酱啊 诺文里给了不打马的配图 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实在是不能放在视频里 猎人的整个面部都没了 全身多处撕裂伤 左手皮肤缺损 四肢多处骨折 是相当凄惨 其实大部分宗熊对人类的杀伤事件 就和此案件一样 不像流浪狗杀人 主要针对的是妇女儿童 宗熊杀的人里 几乎全是成年人 其中在部分地区 成年男性占了83% 而近期人类的熊里 待宰的母熊占了大多数 这一听肯定觉得 那还好呀 咱都是老实人 不会去伤害小熊 那母熊肯定也不会袭击咱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哈 但是就如同在现在 网上流传的那些视频里一样 好些人围着宗熊拍照 那种情况下 谁万一没忍住 失手摸了摸小熊 那母熊肯定得红温 到时候人轻则缺胳膊少腿 重则死亡 所以大家在野外 遇到宗熊的时候 一定不要轻易靠近 关于宗熊和商人的介绍 咱们告一段落 给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 请不要点赞加关注 我这带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